千愛的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 億萬大贏家 千愛的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黃世民 為你做現場的Live 好股票要跟好朋友分享 我一路的告訴各位 這個行情是多頭行情 不會改變 資金跟景氣行情會創新高 那創新高很容易拉回 但拉回往往又是一個買點 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往下下殺 我說這個調人線守住16200 是看漲的 顯古不顯示 這個行情就是這樣 這個跳空切口不來補的話 這個行情還是仔細看多 你看那個跳空切口很大 有跳空切口大概才16200點 這個16200點來測試沒有破的情況之下 就在供 供的過程裡面 它非常的健康 為什麼 貴買這邊是主力之首在 連拉市場 在上個禮拜連山洪 我說這個看漲沒有問題 股票要跌一定是從這個地方先跌 我沿路的跟大家OTC連山龍牆 這是主流之首在 股票要跌一定是OTC先跌 不會這個先跌 不會這個先跌 這個會慢跌 慢慢才會跌 像前一波它要修正的1000多點 我都避開 我有跟大家講過 多頭市場也有修正 但是修正波過程裡面 它就打到月線 獲得資深馬上又拉上去 我到月線我就跟大家講過 又是一個買點 你這個漲或拉回的買點 那個股就不同 個股它有個股的修正波 你要避開的是個股的修正波 漲多的修正波 避開個股的修正波 很多股票它漲多了一定會修正 一修正你假如買的話就套牢在裡面 資金就被鎖死在那邊 那聰明的資金就在追逐 漲多了它會賣 然後下來要買再買 要買別的股票甚至於在移轉 資金在做移轉的動作 像上個禮拜就已經很清楚 新春開盤的時候大家都漲 可是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小型股滲出了嘛 所以這個是景 這裡的指數一次拉太多不好 慢慢漲款而好 像今天拉得高以後 它一定會遇到賣壓嘛 16500點以上的賣壓就會出現了 那這個行情怎麼看 到底指數會看到哪邊 我們不預設立場 我們看從12480 你把它加 加錢波頓漲的 這個8523漲出來 漲到8523嘛 8523漲到這個13031嘛 漲4508點 你從12480再加 4508點大概就是那個數字 16988 就16700點那裡會壓力很大 那你說甚至要500點 500點很多股票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這個顯股不顯示 禮拜五 你要懂得太肉流強 股票漲多了要賣 另外再買強勢股 用這種模式 太肉流強 強勢股它現在很多資金 我們不要看說資金很多 都在高價股 現在高價股很多 就是高價股部分高價股在漲 那有的在跌 有的在跌 所以你要避開 有些高價股你不要亂買 那很多資金已經跑到 100塊附近的 780塊 100多一點點那種 有些股票從80幾塊 一路跑到100多塊了 有這種現象存在 也就是說聰明的資金 它有避險的觀念已經存在 從高檔換到低檔來 這些股票又拉上去 然後將來這個 670塊到100多塊 將來450塊又拉到780塊 沿路的沿路的上去 那漲多的股票為什麼不能追 因為漲多的股票 華蘭很喜歡賣 像日月光 我漲多我都跟大家講過 我就會賣 我在這邊跟大家介紹 到這邊我就會賣出3711 它就漲不動了 它漲不動了 為什麼會漲不動 漲太多了 它漲太多它就會漲不動 尤其一個大型股 這種跳空的情況之下 它第二天馬上回來 補跳空接口 大盤沒有賭票用接口 它補跳空接口 所以要先出 原因在這邊 這個就要先出 要先出一趟 這個股票 有買有賣 我曾經在節目中 強調一個概念就是說 貴出挪混土 賤起挪出意 當行情走到一定的程度 主力有在撤退的時候 你要先退出一下 退出以後要買再來買 就是這樣操作 賣出 賣出它就下來了 2月它就下來了 現在破五日線 那立志 立志這個是短 長線短漲多 我先賣一趟下來再接 的一個模式 它還沒有 阻力還沒有出 3483 它阻力還沒有出 今天又拉到正天板 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拿一個長線 這個是一個賣點 下來要接再接 結果它今天又拉上去 表示什麼 阻力沒有撤退 這個阻力沒有撤退的現象 這一檔股票 也是很強勢的股票 就是散熱模組 散熱模組的股票 就是強者很強 我在前個上個禮拜 有過完年我就跟你講 這張股票 就是一個特殊的股票 強者很強 但是我們買股票 是不中壓的 一慢慢買 沿路的上來 強者很強 那另外一檔 就是汽車概念股 汽車概念股在這邊 是有機會的 我在節目中 曾經拿一張股票 給大家看 這裡也是在輪漲 輪跌的現象 過年的時候長這一些 現在又在長矽晶岩 有沒有看到 還有 還有 D-Lun D-Lun這一塊 D-Lun這一塊還有行情 矽晶岩這一塊還有行情 電動車也有行情 被動元件是漲價概念股 ABF 是短線線路盤整的一個 還有會再創新高 那IC設計是很活躍 那疫情概念股又來了 疫情概念股今天合一又漲停板 很多 所以股票它是一個輪動情態之下 你要掌握這個賣動 那不建股票的時候 不要買太多太雜 太多太雜不對 弱勢股不要考慮就是出 我今天有出股票 有出才有錢買 你不可能一直買股票 你們現在參加會員的現象就是說 他們一直買股票 我有一個會員也是來加入 他說老師 我們參加的會員都是 一路參加別人 都一路買很多股票 他講的我都沒有 因為我資金有限 我一買就沒有了 所以他來參加我當股會員 或是我們買股票頂多三檔 我跟別的老師不一樣就是說 我不會超過三檔 你集中火力你才會賺到錢 那你買10檔20檔30檔4檔 我知道很多老師50檔 50檔股票你怎麼分配你的資金 根本沒有辦法 包括投信都不可能買50檔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也不能批評別人 他表演給你看 跌的都不講了 我們不一樣 我一路的鎖定 像3092 我今天賣了3092 這個我都上個禮拜 我跟你講有細報3092 我今天採取調節的動作 今天為什麼要採取調節的動作 前波的高點又到了 他到這邊會遇到壓力 然後這幾天外資又一直在賣 所以我這裡會做調節的動作 像這一檔股票在第一檔 我就告訴你 這一檔股票會補漲 那時候才60塊7毛 60塊7毛 現在到70幾塊了 也差不多有兩成了 兩成的股票差不多 我跟大家報告過 我要買的股票就是大概 可以賺個兩成到三成 我就先跑 跑了以後再買別的股票 沿路的這樣操作 下來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免離套牢的痛苦 我今天就有賣了 我今天就稍微調節一下 那下來要買再來講 那基本上像利德我今天也有賣 今天我在高檔也有先調節一下 利德3058 我在高檔也有先調節一下 13塊7毛那邊附近 因為它遇到壓力的時候 你要先調節 它該漲未漲 它不夠強 不夠強我就會做調節 把資金收回來 收回來我們再來買其他的股票 用這種模式使資金達到靈活的這個現象 而不要把資金浪費掉 聰明的資金就是找最有利的股票去買 就是比較會賺錢的股票去買 比較能夠賺更多的股票去買 一波到了我們先退出 採取高賣低階的模式 用這種模式就是太弱流強 這樣可以保持你資金的靈活度 調度上的靈活度 好像軍隊打仗一樣 你整個部隊陷在裡面 只有被人家圍剿而已 那你套牢的股票要懂得處理 你套牢股票只要不懂得處理 套在那邊 你就不是聰明的資金 你是被人固定資產擺在那邊 很多人買股票就是 套牢我就不賣 不賣就沒關係 不賣就不會賠 錯了 股票沒有不賣就不會賠 沒有那個道理 股票就是要靈活的操作 使自己的資金能夠靈活的現金流 要把它搞好 該買就買 該留就留 該出就出 使自己的資金保持一個非常好的靈活度 這樣就OK了 我們找的股票都是我們研究團隊 京險 西北面比較好的 本業比比較低的股票 我們從技術面來切入 籌碼面穩定度不夠 我們會先退出 消息面印證不夠 我們會退出 使風險降低到最低 盈利能夠最低到最高 叫做面面計到 滴水不漏 追求最高的利潤 我們買股票就是要選擇 三立三升的股票 今年比明年更好 後年會更好的股票 而且在底部進場 或在中盤戰以後 在一波的時候進場 這些股票 高檔出貨的股票 一定要先避開 你不要亂追股票 亂追股票很容易套到 潘英尼加入我們Telgram 墨5168 或者是9&A小老鼠墨5168 9&A小老鼠墨5168 我們比較有互動 互動你有什麼問題 你儘管提出來 我一定會答悟你 包括你手上的股票 有什麼問題 都OK的 那麼你假如要賺錢 直接來 牛硬橫通 新春紅包 兩到三檔快速達標 三月一號起算廢期 我們就是穩紮穩打 讓你的資金能夠做聰明的資金 追逐賺錢的股票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最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名文下二 Do you want more but come to more 歡迎買點 0223516168 0223516168 0223516168 摩爾堅持用心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最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名文下二 Do you want more but come to more 歡迎買點 022351616168 0223516168 0223516168 行情就是這個很活躍的輪動 那輪動的過程裡面 你不要去追高 追高以後你會套到 套到的話你就很緊張 其實有些股票你假如長線爆的話 都OK的 像這個半島裡面的矽晶炎 6488 這個你看 這個長線的股票 這個股票長線股票 今天又拉到帳天班 這包括中美金5483 前波這修正波以後 這一支不是主導 它一定是6488 漲多了以後它才會漲 這個程序不同 電動車它是中線的主流 這個沒有問題 被動元件就是短線的主流 它是漲價概念股 被動元件裡面的 今天是利隆 這個我在過年前也介紹過 利隆給大家知道 我說被動元件裡面 真正的大主流叫做開媒 這支股票一路的創新高 來帶動所謂被動元件 這個是國際所介入最深的股票 所以它比較強勢 那麼其他的最主要還是在華新科 華新科這個MROCC 這個相當的不錯 整個帳架概念股來帶動 這種拉回都可以注意的股票 就是被動元件 拉回才買不要去搶高 但是被動元件的主流 不是國際 不是2327 不是 這種股票 它到600塊以上的投資價值 就要相對的 法人就比較不會買了 包括很多人600多塊你怎麼買 那股票本來就是這樣 有買有賣 有買有賣 今天的強勢股不代表明天就會強勢 但是有些股票 你假如有長線主流存在 它還是OK的 還是OK 但是股票我在這個指數 已經走到這邊了 我跟大家講 今天的拉高點就是在1650 這不會再來了 今天不會再來了 但是明天像這個盤 你要拉回買不要去搶高 搶高你這 明天假如稍微震盪 你又緊張 只要五日線不破 五日線目前在16280 明天又要提高了 所以只要五日線不破 跳工切口1620你沒有破 這個行情還是看多 但是整個大盤的行情看多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不用懷疑 這個行情還是看多 但是個股的修正波你要避開 有些漲多的股票你可以先賣一下 下來要接再接 像我上個禮拜跟大家講的紅碩 這個我在第一檔跟大家講的 上去漲太多了我也會賣 第五根我就會賣3092 漲了第五根我就會做調節的動作 第五根我這邊就會賣 而且我賣我是9.27分 9.06分 9.06分就賣 9.06分剛好在這邊 到這邊來賣9.06分 9.06分的時候賣 是不是可以賣到相對的高點 75塊五毛到76塊 幾乎賣到今天的最高點 那賣掉以後你就先看嘛 先看 那以後拉回要買再來賣 包括利德也一樣3058 本來我看好這一檔股票 結果它不夠強 不夠強我在9.27分的時候 在這邊也把它賣掉 9.27分今天上午 我就調節這兩檔股票 本來股票就是有買有賣 我不會一路的死爆火爆也不會 但我在這邊介紹 我賣的時候我一定會講出來 讓你能夠說知道我在賣了 你不要說我賣了以後你又去搶 那套勞到老師講這一檔股票 我套勞到了 其實我賣股票我都有講 這是我的特色 我跟別的老師的不同在哪裡 人家都不講賣了 我一定有講賣 因為我怕你們看我的節目去套到 我賣掉以後你去搶套到 對不對 像我在過年前一路跟大家講的 這個沖泰五四七四 這個應該要很強才對 它的獲利能力那麼高 本益比10倍 就賺假如再加4塊錢就10倍了 才100多188塊 因為假如說它賺18塊 在IC設計至少三四百塊 它今年最高點在300多塊 沿路的左一波 因為它漲太多 左一波大修正 這個將來才會又會大漲 你不要追高 下來要再來買 這個都不用急的 這個追高很有用 股票切記去做追高的動作 像自身也一樣 你也不能做追高 要拉回要買4915 這也是好股票 本益比都合理的本益比 合理的本益比 今天衝到67塊以後回來 你今天不能追高 法輪還沒有跑 你放心 這個外資沿路的大買那麼多 它也跑不掉 這個是長線的股票 長線的股票 法輪沒有退出以前 你就吸爆 這個安全性很高 即便它拉回 將來還是會補漲上去 它還沒有走修正坡 修正坡一到 它就會表示出一種 所謂一種形態出來就是說 量大 量大的股票你要務必要知道 要小心 譬如說我幾個簡單的例子 給大家看一下 股票一到大量的時候 你要注意 譬如說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這種是被警示的股票 它大量以後就要注意了 股票就怕大量 你這個大量以後就要小心一點 股票就是大量要小心 確定大量 大量以後的股票就表示 籌碼散出去了 籌碼散出去以後 你要再大漲就很難 所以你要避開這些 比較見大量 見大量的股票要非常地小心 我們再來舉一個例子 這些股票就是最近 比較弱勢的股票 你看它見大量以後就沒有帶量了 所以這種股票就是上去以後 你就會站在賣荒 不要站在買荒了 所以道理就這樣子 一樣的道理吸力也是很強的股票 但見大量收黑總是不好 這大家要注意量 量價先行 量很大 價漲不動你就要退出 有些股票 尤其是高價股的修正波非常地恐怖 高價股一修正起來很可怕 你要在操作的過程裡面 現在很明顯的高價股資金 除了有景氣行情像環球晶之外 很多股票從高價股一直撤退出來 我們看IC設計裡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很多高價股已經撤退出來了 高價股都撤退出來了 現象已經很明顯地撤退出來 比如說我們講這個2454的聯花科 我就跟大家講這個1000塊沒問題 但是你到1000塊你站不穩 要往上攻不行 這個股票還沒有掛掉 只是外資在調節 但是投信都沒有賣 那外資調節投信沒有賣 它一定會打到夜線附近再去找買點 這樣子操作風險性就可以降低 而不要一度的見紅就追 追了以後套牢你又追高殺低 追高殺低非常的危險 我們今天再來講一檔股票 就是容易追高殺低的股票 就是經濟 經濟也是我跟大家講過的3042 這個也是很強的股票 我在八九十塊跟大家介紹 但是你到110塊這裡 你就不能再追 股價有它的道理 它今年還OK 買了以後你也不用擔心會套牢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你要回到一個點以後 你再來買 像以勝也一樣 這跌無可跌 跌無可跌它就會緩彈 5243 它跌無可跌了 你修正這麼久 修正一個月它就會緩彈上去 今天也達到69塊2毛 像這種股票 切記做追高的動作 因為追高最容易套到 你的資金要保持你的靈活度 讓你的資金能夠 充分發揮資金的效用 我一路跟大家講 山頂上玩有誰能贏 在山頂上見大量請你要退出 我們底部進場才會成贏家 很多股票都是在底部才買上來的 包括很多股票還是你認為說沒有行情 有 你要找那些底部翻身的股票 找那些有未來性的股票 還有很強的股票 像今天也有很強的股票 在IC設計裡面的中價位以下 100塊錢以下 3006 這種都是IC設計裡面低價位的 3014 IC設計的低價位 所以這個行情就是很正常的輪動 你要重點是要避開修正波 個股的修正波 大盤的修正波我都會告訴你 這裡不要玩 小心一點 退出資金減少 你不要去搶追高的動作 它多頭市場是在景氣跟資金的行情 還會再創新高 你看是不是在創新高 多頭行情還是直系有沒有 我這一張給你看一個多頁了 還是這一句話沒有改變 但是要步步為贏 各股的修正波要避開 歡迎你加入LINEA小老鼠墨5568 我們管控風險賺進金牛財 我們穩紮穩打 買股票要買得穩 抱得久賺得久賺得多 但是該調節也要調節一下 拉尾要買再來買 叫做採取太弱流強的態度 讓你的資金能夠像聰明的資金 保持活絡 使資金的活絡是你目前重要的課題 我們祝大家今天操作順利賺大錢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謝謝各位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